大家好 总有欢迎问我啊 这个茶花在夏季到底能不能施肥 因为呢 夏季温度非常的高 施肥的话呢 特别担心会产生肥害 那么其实呢 我们都知道茶花它在六月份左右的是它进行花牙分化这个关键时期 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给它补肥 那么你的这个茶花的花牙分化会比较慢 甚至是花牙分化失败 不长花牙花苞 不开花 那么你这今年呢 就没有办法观赏到这个茶花的花朵了 所以呢 夏季给茶花施肥呢 是非常的关键的 那么我们夏季应该如何给茶花施肥 是什么肥比较合适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了 那么首先我们夏季呢 是完全可以给茶花施肥的 但是施肥的时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时间 我们最好就是选择在傍晚 天气比较凉爽的时候的进行 不能在中午高温的时候来施肥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采取一系列的降温措施 比如喷洒水物 然后呢 适当的遮阴 这样呢 我们才可以进行施肥 那么这就是第一点施肥的时间 非常的关键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肥料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 这个时候呢 不能用一些肥效特别强的 特别猛的 刺激性非常高的这种肥料 因为这个时候是这些肥料的话 很容易出现伤根烧苗的情况 那么我们是什么肥比较合适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它是 正在进行花芽分化的 那么我们肯定就不能够少了磷甲肥 磷甲肥的话呢 用的最多的就是磷双青甲了 我们可以让磷甲稀释之后呢 定期喷散页面 最好就是不要灌根 喷散页面的话的效果会更好 而且也不会伤根 那么除了给它补充磷甲肥之外呢 我们要给它适量的补酸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呢 可以用这个硫酸亚铁 或者是给它用这个洗酸植物性的有精氧液 那么在这里我就比较推荐大家用洗酸植物性有精氧液 而不用硫酸亚铁 为什么呢 因为硫酸亚铁 它单单只是补充这个 酸 还有这个铁 但是呢 这个洗酸植物性有精氧液 它既可以补酸又可以补肥 它里面的有机质中微量元素都非常的丰富 如果你单单给它用这个磷酸二勤甲加硫酸亚铁的话呢 会导致你盆土会出现缺素的情况 然后影响它的生长 影响它花苞的这个数量和质量 所以就建议大家在使用磷酸二勤甲的同时 要适量的补充这个洗酸植物性有精氧液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个稀释的倍数呢 可以稍微给它翻一翻 这上面说明呢 是建议大家呢 稀释五百倍冠根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建议大家稀释一千倍冠根 会比较合适 所以呢 夏季我们是完全有必要给茶花吃肥的 大家只要掌握好这个施肥的时间 还有方法 还有肥料的选择 这些方面就可以了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